大家好,歡迎收看古海飛揚 那麼準備要進入我們大家關注很久的一個選舉的一個結局 在明天大家就揭曉了 可是這次就是一個變數 應該說它不是變數,它是一個不確定的因素 因為不確定,所以這兩天大家看到只要指數拉高 就趕快賣股票 只要指數拉高就趕快賣股票 到今天你倆已經說到剩下不到八九百億都沒有了 這就是一個選前的一個觀望 所以你要針對這個選前觀望的行情 為什麼收黑去解讀它我覺得那就沒有意義了 因為這是完全沒有意義的一天 這一天的行情其實包含昨天到今天 都是跟選舉的一個氣氛去影響到一個事況 所以儘管昨天人拉高,可是很多人還是在賣股票 所以開高走低 那今天一樣開高走低 那搭配了量能萎縮 所以它就是一個觀望等待選舉的結局 那下禮拜呢 下禮拜行情會怎麼走 我認為跟選舉結局沒有關係 下禮拜之後就一切回到基本面 所以其實這禮拜你去賣股票的人 除非你賣的股票是基本面很差 或你根本買在一個不對的位置 否則我覺得是蠻奇怪的行為 你不能看別人賣你就自己跟著亂賣 如果你的標的是很好的標的 剛好你又買在轉折區 下禮拜就直接上去了 所以其實這兩天的行間 我看到是很多賞務朋友其實做了一些很... 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 只是因為打開天的記憶 大家都說選舉前要觀望 大家可能保守先調節以側安全 我不懂什麼叫以側安全 先賣股票所以比較安全 那下禮拜你的股票直接噴上去呢 跟選舉下禮拜一開盤之後就跟選舉無關了 你也不要跟我說那誰勝誰負 所以下禮拜會漲或跌 根本沒有關係拜託 這個行情它下禮拜開始會開始要去 你說唯一的變數就是 月底的一個G20的一個會議 川席之間會不會針對貿易戰 有進一步的你說進一步的一個進展 這是下禮拜之後到月底的行情會反映那一塊 那你說選舉根本不用理會它 誰贏誰負根本對下禮拜行情是完全沒有關係 所以這禮拜這兩天去賣股票的人 因為選舉你擔心會有變數去賣的人 我覺得是我不懂啦 我覺得做股票不要去想這麼多 該買你就是要買 因為它要上去了你為什麼不買 該調整了該賣了因為它到一個解碼區了 那我認為我賺到錢了我可以賣 我為什麼不賣 所以我做任何動作就發現其實我管理指數在幹什麼 我做我的標的該買我就買 賺到了我覺得開解碼我就解碼 那我做節目也是直接這樣公開的對不對 我做節目都直接公開的你看這個行情 我說為什麼我們這個月各位你看 這個是這個月到目前為止 我帶你獲利減碼囉 11月你賺了幾次各位 你11月做了什麼樣的標的 還是你一直買買了一堆在手上 都沒有獲利都沒有讓口袋錢增加 我們每一個禮拜我們都有獲利入袋 那獲利入袋之後不是說我不做了 而是我還有新的標的一檔接一檔繼續做下去 所以我們每個禮拜我們這些獲利入袋的標的 基本上每個禮拜都有 所以每個禮拜我們都是有賺錢 而且我重點是強調我不是帶你買了一堆 然後其中一個賺錢的 我帶你獲利下車 那我到節目上我就跟你吹噓說 你看我賺這個賺這個賺這個 那問題是你手上還有一大堆股票啊 我們不是這樣子欸 我們不是這樣做喔 我帶你做這一檔 你就是買那一檔 你獲利下車了 我節目中我也公開我們獲利減碼 是這樣子一檔一檔做下來的各位 11月這些是一檔一檔這樣做下來的 那請問11月的結局是什麼 各位走到現在20幾號了 走到現在20幾號 基本上已經大勢底定了啦 11月繼續賺了啦 可是問題是你看一下行情喔 不要說行情很好喔各位 11月1號在這裡 11月的1號在這裡 這個小紅K是11月1號到今天 一整個月是走這樣走 嚴格來講根本是一條線啊 一條線還慢慢的壓縮壓縮向下壓縮 各位這是11月啦 11月有人 帶著各位操作可以賺了這麼多股票了 平均一個禮拜獲利兩到三檔股票 包含到昨天我都還在獲利下車 今天也一樣 而且我還跟你講 我今天還有買股票耶 我有獲利下車那剛好他又有新的標的出來 那就是通知買進 操作股票就是這樣子 你不要去想那麼多 我們為什麼那麼有把握 因為我講過了我們的出手時機 跟位置是正確的 出手時機跟位置正確 所以最後結局就是這個樣子 你說這些東西你忘記了 我們現在一個一個看 我用最快時間我們來複習一下 這個月走一條線的指數行情 我們怎麼操作的 然後我在講囉 為什麼我們每個禮拜我都讓你獲利賺到錢 而且我們所謂的賺到錢 這真的有帶你獲利賣出 兩天後去刷步子 錢增加了 那個叫做真的有獲利 不要玩紙上復歸那種虛的東西 有沒有來 一個一個看 郁金光月初的時候有沒有 10月底買進 11月初開始上去有沒有 10月29號買進 節目中午都有給你看字卡對不對 到11月1號 漲停板了 有沒有 這是月初的 一天兩天三天四天 第五天在這一天 11月2號我第一筆 11月第一筆的獲利入袋 就是他 郁金光 然後到238 我做到哪印到哪 獲利入袋 1 2 3 4 5天 5天買10張賺44萬 買10張的人 11月2號第一筆就賺44萬 所以為什麼我做節目我說 現在開始你只要播電話到公司 到12月31號 這之前你只要播電話到本公司 到我的團隊來 我直接 我直接 只要有新標的我們要買進的時候呢 你就一併的被通知買進 那我不是只帶你賺一檔股票就結束了 不是一路帶你做到12月底 那你不用擔心 因為一切都由我自己來負擔 那我能夠負擔 所以我能夠給你就是一個月時間 我只能給你到12月底 就這一個多月多幾天 現在已經11月20幾號了 12月大概就一個多月多幾天 是我可以負擔的 那這一個多月多幾天的時間內 你只要播電話到公司 我帶著你 我們有新標的買進在轉折區到了 我就通知你 你也跟著來買 那我們獲利下車 你也跟著獲利下車 那你就會發現 我節目中所講的這些標的是真的 你有做到耶 不是說我節目中講的東西你都沒有 不是喔 我的客戶都可以幫我做見證 我節目中講的東西不是說 你都沒有 不是 再來 郁靜光 11月7號 有沒有再買一次 11月的郁靜光我做兩次 破底再買一次拉漲停 對不對 節目中我都有講啊 就第一趟嘛 賣在這裡嘛 下來下來就又破底 又破底當天再買 又拉漲停 然後隔天呢 兩天35萬 開高衝上去在這裡 我直接印下來 做到哪 印到哪 有沒有 只有兩天 短短兩天我直接獲利下車 35萬 各位 兩天而已喔 買進賣出 買進這個五天賣出 這樣子 44萬 買10張44萬 這樣子買10張呢 35萬 這樣子兩天 第2筆獲利下車 第2筆獲利下車 11月的第2筆獲利下車 35萬 所以如果你按照這個方式 10張來算的話 兩筆你就差了將近80萬 才月初喔 那10張大概成本只要200萬左右啦 你本金大概只要200萬 買10張本金大概只要200萬資金 所以很多人都有嘛對不對 所以我不是跟你亂吹噓喔 我不是跟你玩數字遊戲喔 是我們這邊客戶真的就是 有人就是10張這樣子買喔 所以我是以客戶的案例來舉例給你看 我不是在跟你玩數字遊戲 那觀眾朋友也有很多人 200萬資金有沒有 有啊 所以11月初的 前面兩筆獲利下車 你就拿80萬回去了 你11月你已經賭定你大賺了啦 可是呢 我們不會因此就滿足 你只要有真本事 我們不會說啊 做了一個月賺多少就好 我們有本事的話 你就是按部就班 每個月其實我們做同樣的事情 不斷在重複做同樣的事情 等待追蹤標的 等待轉折區到 我們就出手 拉上去到解碼區 拉上去到解碼區 有時候可能只有10% 有時候可能有30% 不一定 不同標的到解碼區當然不一定 但是至少到解碼區 我就是獲利下車 照規矩走 那每個禮每個禮拜 基本上都會有機會 我獲利下車的標的真的賺到錢 那累積下來一整個月是不得了的 我們做股票其實很有條理 那條理的原因是因為我們做股票的 買進的時機跟位置 我們有一定的固定模式 那因為有固定模式 所以我們往往都是可以買在轉折的區域 那買在轉折的區域 你說你賺不賺到錢 就是賺多賺少的問題了啦 你就是可以賺到錢 就賺多賺少了 對不對 那既然每檔不要操作下來 是賺多賺少的話 你為什麼擔心 那你唯一的擔心理由就是 你最後你還是只能告訴我 因為你沒有看到指數大漲 所以你擔心害怕 那難道這些賺錢是假的咯 這些股票漲上去是假的嗎 是真實漲上去賺到的啊 所以不要理會指數 你光理會指數 指數把你害慘了 該賺的錢都沒賺到 來 穆德 來 11月的穆德 有沒有 從破底翻277開始有沒有 這我節目中講 我講很快啊 因為時間有限 來 有沒有 從破底翻上來 好啦 第三天 再來第四天 然後呢 來 11月2號 先減碼 有沒有 先減碼 1 2 3 4 10張74萬 10張74萬 你買5張也有30 37萬 買5張也有37萬 10張74萬 獲利下車減碼 賣完之後兩天後 錢就入账了 當你真的刷布的看到錢入账之後 你就能感受到 這叫真實獲利的感受 而且很多很多很多投資朋友是 撥電話來之後等買點 去賺到這些錢的 他們只是撥電話到公司等買點 他們就賺了這些錢 所以我常常講 我說到12月底 12月底之前我幫你 這一個多月的時間 現在剩一個月又一個禮拜 對不對 我來負擔 你不用擔心 你就撥電話 就撥電話 然後下禮拜有標的 我出手你就跟著出手 你最快就從下禮拜開始了 來 再來呢 奈米1 11月初的事情對不對 掌停 題材我就不囉嗦了 1234 4天之後呢 第5天11月5號 創新高在這地方 我做到哪 硬到哪 對不對 我做到哪 硬到哪 你說它才會不會漲停 我就在這裡獲利下車的 你說它等一下會不會漲停 就算等一下獲利漲停 又怎麼樣呢 我就賣在這裡 那為什麼要賣在這裡呢 我節目中都有講解 衝上去有沒有 過高衝到這裡我就出床了 這個地方有沒有 我獲利下車 5天47萬 5天47萬 所以你跟到任何一檔 都一樣啦 你跟到哪一檔其實都一樣 就時間前後早晚的問題啦 你早點來你跟著什麼標的 你比較多 你多跟了幾檔股票 你晚一點來就少跟了幾檔股票嘛 其實就是這樣 那重點是我們的邏輯是一樣的 其實沒有什麼差別 凱勝 有沒有 一檔一檔你去檢視 11月這種行情我給你什麼東西 11月7號拉漲停 什麼題材我都給你預告了 對不對 後來新聞出來啦 對不對 有沒有 到這邊 做到哪印到哪有沒有 等一下會不會漲停 根本不重要 我就是做到這裡我就印給你看 我就是這麼 我們就是這麼直接 我做到哪我就印給你看 你不用不用跟我講事後的 我不講事後的 那個當下我就獲利減碼了 1 2 3 3天47萬 200萬3天差47萬 為什麼不去賺 你說指數沒有大漲我不敢做 那是你 觀念上面出問題的各位 那是你的觀念上面出問題的 你買賣的是股票 你賺它的價差交易 你不是在做指數期貨 然後你要去做多指數 你不是這樣 這是不一樣的東西各位 這是不一樣的東西 宏達電 來 有沒有 漲停板 我說來到減碼位置 誰敢這樣講 漲停板你幹嘛減碼 各位 我已經不是 你看我節目就知道 我不是一次在漲停板賣股票了 對不對 我不是一次在漲停板賣股票了 1 2 3 4 5 減碼到這邊 原因在哪裡 原因就在這裡 拉到黑K上圓這邊有沒有 起跌點 減碼 5天26% 懂不懂 來 每一檔股票 我都有做詳細的說明 讓你知道說 我們哪裡進場 我們做到哪裡 有拿到一個價差 那這個價差大概多少 我節目中都是 全部給你詳實報告的 那這些內容 其實就是一個 實際的交易的內容 我拿來電子機前面 給你報告 我們在做什麼 那如果你也是 跟著我們操作的話 你所得到的內容 大致上就是這樣的交易 那我們大致上這樣的交易 你能不能夠接受 如果你能夠接受 那現在你有一個方式 12月底之前 只要撥電話進來 那滿臉到了 我們就通知你 那這一個多月時間 你不用擔心 因為一切是我業者 我來負責 我來承擔 我來負擔 一切都一個多月時間 我能夠負擔 就大概這一個多月 你要多時間長不可能 因為人數很多 那一個多月時間我來負擔 先賺再說吧各位 很多東西你想太多 想越多 就錯失了 綠月有沒有 拉回買買拉回 轉折上去 哪裡 到這裡就要注意了 所以 來 有沒有 隔天在這裡 減碼 這樣子18% 拉到這裡了 大量 黑K 減碼 18% 每一檔股票 我減碼 我節目中直接講的 我不是那種 講事後的人 我們拿電TPK 綠月 再來看TPK TPK 獲利賣出 有沒有 減碼在這裡 做到哪 印到哪裡 這裡減碼 9點10分 獲利賣出減碼 有沒有 9點10分 在這裡9點10分 為什麼減碼 在這裡 我賣在這裡 有沒有 所以從這裡買到這裡 這裡買到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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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減碼的區域 到了就是減碼 沒有什麼說 你買在這裡 它拉上去了 那等一下會不會再漲呢 它現在轉牆了 那怎樣怎麼樣 沒有人那樣做股票的 很多人想太多了 該怎麼做的時候 就這麼做 那你該拿到的 你絕對都拿得到 這樣就OK了 股票交易就這麼簡單 可是很多人不守紀律 因為你沒有操作的紀律 所以你做股票 做到最後一套 然後滿手都股票 好可惜喔 三倍的 互利賣出 有沒有 漲停 互利賣出 11月15號 減碼 那你說這為什麼減碼 昨天漲停 今天漲3%多 你在這裡賣 我做到哪 硬到哪 就在這裡賣 在這裡賣 對不對 兩天而已 兩天只有22萬 兩天就只有22萬 兩天就只有22萬而已 減碼 賺多賺少 反正我都跟你講 那重點就是什麼 整個11月下來 到底得到什麼 到底得到什麼 那每一筆交易 我都有詳實跟你報告喔 再來 蹲南 有沒有 蹲南 拉漲停 有沒有剛上去 我親自通知有沒有 這邊獲利下車 做到哪 硬到哪 200萬差28萬 200萬差28萬 減碼 就這樣子 你說這樣很多嗎 不多啦 200萬才28萬 100萬你才14萬 這樣很多嗎 不多 但是你真實賺到放口袋 這個最重要 你說那你幹嘛出 你要事後驗證嗎 我說過 我不講事後的 那現在已經事後了 那你就來看 你就來看 我當初做這個動作 對還是不對 第二天獲利解碼對不對 在這裡啊 你看現在回來了 你覺得我這裡解碼 對還是不對 我當天就講喔 我當天就說我獲利解碼喔 有沒有 當天我就直接講的喔 我不是現在跌下來 我跟你說我這邊解碼喔 我不是講那種東西的喔 所以我做節目 我客戶都在看啊 我做節目內容就是 我帶我客戶做的事情 那他們知道我們怎麼做 我節目中就想使 把它報告出來 讓觀眾也了解 所以為什麼我敢 邀請各位來 你直接來等買點 我帶你操作 我帶你賺錢 對不對 什麼樣的行情 不是行情的問題啊 是你的做法 對不對的問題嘛 綠勝 來 11月 我們就一檔檔賺下去 綠勝 漲停 題材我都不要贅述啦 沒有時間了 1 2 3 拉漲停 然後呢 減碼 真實獲利 我做到哪 印到哪 11月22號 昨天 我直接講的喔 昨天我直接講的 這邊 有沒有 這個位置 跟當時我解碼TPK 是不是一樣東西 是不是一樣的意思 解碼TPK 是不是一樣的意思 是啊 那你說你這裡解碼 對還是不對 來 昨天拉上去在這裡喔 昨天拉上去紅K的時候 在這裡喔 昨天拉上去紅K的時候 我解碼喔 收盤變什麼 收盤變黑K喔 今天又下來休息一下喔 各位 這裡到這裡 對還是不對 為什麼有些人 他可以真的賺到錢 那有些人 每一次上節目都講 事後的 吹噓 混水摸魚 然後帶客戶買了一堆在手上 手上十股一堆 那種客戶啊 自己看了都覺得頭好痛 我怎麼會跟這樣的人操作 帶我買了一堆股票 然後呢 偶爾某一檔股票賺錢的 就上節目來吹噓說他很厲害 是市場第一名最會操作的 那種人物你們都遇過 沒有人會上節目直接跟你講實戰 到底怎麼做股票 把它全部公開 楊明光 漲停 減碼 各位 漲停 減碼我昨天就講囉 對不對 就這樣子而已 不多 就這樣子而已不多 一百萬賺十幾萬 兩百萬賺二十幾萬 多不多不多 但是你真實你有拿到嘛 懂嗎 我們是要真的有拿到賺到錢 這個是最重要的 等於因為時間冠軍 你先進廣告 你可以先撥電話 十二月底之前 你只要撥電話到公司 買點到了就通知你 一路做到十二月底 這一段期間我來負責 我來負擔 你不用擔心 開始撥電話 我們待會再回到節目現場 大家好 我是鄭明娟 非凡商業台 只要錢長大 改版囉 黃金 債券 基金 投資商品 最新的資訊 全部都在最專業的理財節目 只要錢長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資趨勢 請鎖定非凡商業台 只要錢長大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點到下午一點半 非凡搶先報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照片 全面 5 超有 非凡商业台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掌握未来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喻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门道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非凡商业台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掌握未来 所以整个十一月每一档股票 我说过你今天股票就是这样的 你是不是真的一直有在累积获利 你整个月下来的绩效 是你过程中 透过每一周每一周每一周的获利 实际拿到的累积起来 变成一个月的获利 那这一切一切交易 其实关键就是我讲的 我们在什么时机出手 跟什么位置出手 时机跟位置决定 你那一笔交易的输赢 所以你仔细回想一下 我每一笔交易 我买的位置区 是不是所谓的转折的位置区 你都已经买在相对转折 因为对我客户 我讲的也是很实际的 我不可能带我的客户 我每一档我都可以买 带他们买在最低点 那个我觉得这种话 我是不会讲这种话 但是我可以带我的客户 去转折区买进 因为我可以买在转 拉回之后的转折的区域 或许我买完之后 他可能在震个一天两天 震震震之后就上去了 那回头一看 老师又带我买在转折区 转折区的概念非常非常重要 再来 你看昨天我获利下车 获利减码 杨明光 有没有 拉涨停 我昨天节目我直接跟你讲 我昨天是有获利减码 那请问一下 为什么你可以昨天拉涨停 你就获利减码 为什么 为什么你昨天可以乎获利减码 因为我在这里 你这里回头看 我在这里买的 这里是什么 是转折的位置 是转折区 我买完之后震两天 我买完之后震一天震两天 我不是在昨天涨停的前一天买 我不是 客户都知道 我亲自通知的也是一样 因为他进入转折区了 我就通知 因为我知道我们会赚到钱 那至少会来到解码区 真的来了 来了的话 我如果说你只买一百万的人就赚十几万 那买多一点就赚多一点 你自己算 那至少你买个一百万也有十几万 所以他没有很多 可是你还是赚啊 我们要的是 大家来这边 其实就是想要真实的赚到钱 今天呢 股票昨天涨停 今天又跳空涨停 2388微胜 对不对 昨天9点03分开盘 我们开盘一分钟 9点01分 股票涨停板 2388微胜 对不对 昨天11月22日礼拜四 9点01分涨停 那请问一下 你买在哪里 你在昨天之前有去买的 你才有钱赚嘛 对不对 压缩的这个区域里面 我们去买的 那你回头看一下 它是一个转折区 对不对 它是一个转折起来的转折区 今天9点整 股票涨停板 微胜 两天两支 两天两根 回头看一下 你从今天 你回头去看 当初老师带我买的位置 真的是转折区 虽然不是买完之后 隔天立刻涨停的这个位置 可是它在涨停前的 这个压缩的区域里面 带我去买的 所以我不是带你买转折点 那个最低点 没有 但是我在转折区域 带你去买进 那个区域内没有人会讨论它 因为它没涨 所以没人理它 可是我带我客户买 下礼拜呢 你看 这样上来了 200万赚多少 赚44万 下礼拜是不是有一批人 因为微胜 又获利入带 刷布置 真的有钱进来 对不对 因为你买在转折区 所以你得到赚钱 得到获利 你懂我意思吗 前两天你去买5G 5G中雷什么 5G什么概念 只要网通5G的 你这两天都套住了 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上去 你们才出手 不是转折区 要跟我们操作的 拨电话 12月底以前 我来负单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